事故發生是在16點16分左右 然後在那個國道3號南下414點7公里 那發生一部小貨車 去追撞前面的一部大貨車 還有七部自小客車造勢 造成一個人死亡三個人受傷 我們在執行那個主線管制勤務的時候 16點14分下達管制命令 那16點16分三四秒的時候 車隊有行程停等的距離 停等的車身在百公尺 那在16點16分三四秒的時候 一部小貨車不知道什麼原因 我們初步研判是因為注意車型狀態 然後撞到整個車身大戰 貨車是了解起來它是沒有煞車 沒有煞車 至於是不是有其他原因可能還在調查 那這個最前面這個停的這邊 到距離總統車隊要過去可能還有 就比如說它 距離總統車隊要入口的那個閘道還有1.2公里 就是1千多公尺 1千2百公尺 那時候總統車隊是 事情發生之後 在4點17分那時候才進過 對 那16點17分的時候才進 就是進入 就剛才那時候已經撞上去了 發生的時間是16點16分30秒 所以是先發生 你先發生 數目在三個月 有請 你先發生 記者 在這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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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